没看新年载,这是一个好习惯 哈啰大家,我是拿大标哥 现在准备出海去捕鱼 然后今天还是去近海外海交集的地方 继续捕 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收获 现在下这个床上 然后床也启动了,准备出发 先过来加两桶柴油 鱼还没捕到啊,钱先花出去了 现在准备开出码头这边 今天天气阴阴的 开了接近两个小时的床 现在把网放下去 希望今天有个好的收获 放完网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然后网点再过去起网 先喝上一泡 朝上功夫茶 解渴必备 休息了有两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开始起网 今天只放了两个网 这是这一个网的第一条鱼 这是一条白花鱼 还是白花鱼 这里上了一条西宫鱼 前面也有一条鱼腾在这里拉网 不过它网放得这么近 不知道会不会被压到 上了一个这个鸡鸡蟹啊 大家看一下 还是挺可爱的 我把它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超喜欢跟鸡鸡蟹玩 特别是鸡鸡蟹的尾巴 钓鱼石帆鱼特别好 这是它整一只从壳里拉出来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鸡鸡蟹的味道不会比龙虾差 特别是尾巴这一端 钓石帆鱼特别好 上了一条剥皮鱼 还是剥皮鱼 最近捕到的剥皮鱼都是挺多的 而且一次上来都是十星左右 特别是外海比较多 太阳被乌云支出了 只有一条阳光直视在大海上 看起来是不是 有什么神经凸现 一条剥皮鱼带着一条大尼蒙过来了 最近的尼蒙也是挺多的 才干烧王又上了一条大尼蒙 来直千货来直千货了 这是一条大红帮啊 直千的大红帮 好几条尼蒙一起来了 然后第一个网就起王了 上一条大红帮比较直千 然后也没有什么直千货了 然后现在开始起第二个网啊 第二个网也就是最后一个网了 一上来上来一个大河豚 已经鼓满气的大河豚 然后就继续上尼蒙跟这个 剥皮鱼 由于这个尼蒙跟剥皮比较多 所以后面我就不过去重复了 一收要去外海捕鱼的大鱼虫从这里经过 它这个方向是要往外海去的 上了一个超大的鱼鱼啊 这个大鱼有个两三斤了 一条鹰鲑鱼带着一条剥皮鱼港道 然后就西宫鱼带着几条这个剥皮鱼 这没想到在这一片的海域剥皮还算是挺多的 近海跟外海交接的位置水式是有两种原式的 一个绿式一个蓝式 连续的上这个剥皮鱼 而且一上就是好几只一起来的 最近的尼蒙鱼也是又大又肥的 在这边还有一条航道 是这种大货轮航行的航道 上了一条石雕啊 石雕就比较值钱了 已经大概是有两百多块钱 不过这条比较小 这条估计有个七八两吧 卖个一百多块钱肯定是有的 石雕在我们这边叫做金骨鱼 其实上多几只这个剥皮也是挺好的 上了一条黄雕 剥皮已经是有六十块钱了 上了一条这种光赏鱼啊 据说光赏鱼比这个食用鱼价值还要高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位置剥皮鱼倒是挺多的 还上了一条这种网格河豚 全身塑料的网格河豚 后面还带着一条大柠檬 一会一直上剥皮 一会一直上柠檬 然后一会剥皮跟柠檬就一起来 网也快起网了 今天放了两个网 总共三千米起网了 刚起网网就有点风浪 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 浪还是挺大的 看一下海水是成两种原式的 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翠绿色 回到码头这边的过去卖一下鱼货 看一下今天的收获能卖多少钱 希望能卖个好价钱吧 总共收获一千两百多 就那条石邦鱼比较值钱之外 那条石邦鱼就卖了六百块钱 加上奇巴鱼加在一起一千两百多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